元乃万物之初 说明本校是台湾医史技术学校的发端者 期许学子研究万物与生命根源 培为培养出优秀的医技人才 发展科学 元培秉持创校人蔡炳坤先生的教育理念 培养医学技术专业人才 强化医疗功能 健全医务管理 增进全民健康 达成医疗现代化的目标 1964年11月8日 元培医史技术专科学校成立 成为我国第一所 医史技术专科学校 现今已有三个学院 医护学院 健康学院 福祉产业学院 元培医史科技大学 原生是元培医专 到2014年 已经历经了50年 元培不是一个特定财团 成立的一个大学 我们是为生医健康产业 来培育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人才 为这个产业去研发 所需要的技术跟产品 你只要进来 你就有了就业的竞争力 因为元培提供你 就业的各种准备 跟专业的训练跟学习 医护学院 着重于培养学生 基本专业知识与医学伦理 提供学生 至各大医院及业界实习 推动整合性研究 与跨领域的产学合作 医护学院主要在培育 医师技术与健康照护 两大领域的专业人才 我们学院有一百多家 合作的医疗院所 以及相关的企业 学生会藉由临床的训练 以及专业的实习 将理论所学跟实物做结合 健康学院的教育宗旨 为培育民生健康产业研发 与服务相关的专业人才 更以培育民生健康产业 食物人才为目标 健康学院在2006年成立 我们的学生整体的就业率 大概在90%以上 我们希望的是可以在大新竹 甚至大台北到我们中北部地区 都会是最富盛名的一个健康学院 福祉产业学院培育学生具备优良的理论基础 并熟悉现代管理的最新资讯与技术 使其能拥有领导能力 团队精神与伦理观念 福祉产业学院之教育范畴 主要聚焦于大健康产业与文创产业之人才培育 本业预计本校I3BEST之办学特色 以创新整合智慧为发展策略 透过专业务实卓业的精神 培育优质之之通讯 经营管理健康管理 查讨文创及语文应用之人才 成为大健康产业与文创产业 永续发展之培育中心 圆培的国际交流非常有特色 我们除了要设计很棒的计划给学生以外 我们也希望学生在出国的同时 了解他们的文化 精心设计出来与海外实习的活动 国际交流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同学能够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 更了解如何能够建立更好的医疗制度 回来台湾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社会当中 有哪些医疗制度必须要做一些加强 那我们每一年在三月份也会邀请姐妹校的学生 一起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些学术的交流 跟文化的交流 让国外的学生更了解我们台湾 更了解我们的原培 暑假的时候也会举办华语研习营 我们也会带同学去参观我们的医疗机构 长照机构 在参访当中了解台湾的医疗文化 在2019年成立了华语文中心 希望能够让更多想要学习华语的从学可以到原培来 学习华语的同时 更了解我们台湾非常有特色的医疗制度 这是光语艺术中心 只要课堂扣小的时候 我就来到这边 看看这里的艺术品 增加自己的艺术气息 以及放松自己的心灵 我喜欢到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很安静 然后图书馆的场所也非常的多 原培的交通非常便利 学校邻近交流到出口 校门口也可借由公车转乘至新竹市区 及新竹火车站 为照顾全校教职员工 学生及社区民众的健康 原培成立健康中心 整合学校与社区资源 来推动社区健康营造活动 近五年中 原培一大师生成就发光发亮 学生比赛表现也十分优异 他老师们知道研发的产学合作产品非常多 如煎草面膜 充气式电子绝世骨 中草药香皂等 原培一大与企业策略联盟 及建教合作有五百多家 是全台与生医产业签约最多的学校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原培一市科技大学 将秉持着蔡创校园的理念与精神 持续孕育台湾的一世专业人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